今天我们来到了距离北京市区大概100公里的一个销毁报废处置厂 除了处理常规的生活和工业废料 这座厂房还有一项非常特殊的业务 就是帮助有需要的人去销毁处理他们的婚纱照 在我身后就是昨天前天两天积累下来的要销毁的照片 还有一些个人物品来自上海的广东的 这边有山东青岛的北京的大概30多个客户 待会我们的铲车铲着就要去销毁了 走进工作厂房可以看到在我身后有一台呼迷的机器正在运转 这个工作台就是婚纱照粉碎式的工作场地 这个是咱们南方客户游击过来的婚纱 他今天离婚 特意嘱咐我们今天销毁 前两天来了一个小伙子 文安的就在我们旁边这10月份拍的婚纱照照 拍完以后他自己送过来的全新的 我花了一万多块钱 拍完了以后 卸婚证也没领了 然后就退婚了 他说的原因就是因为财力 毕竟又买房又买车压力越大 那就没参成 赶紧销毁就完了 结束这段感情 我在做这个行业之前 有十几年的在国企工作的经历 随着自己的这个人生的阅历的不断丰富 也想尝试不同的生活 然后就开始自己做一些创业的一些尝试 2023年接触这个新的行业以后 突然发现可能这个才是我将来人生自己认为的一个增长点 所以就把之前的所有的行业算是全部都脱离掉了 其实我们一开始以个人隐私物品为整个销毁服务的一个主导 婚纱罩只是其中的一个点 但是婚纱罩这个需求突然一下很旺盛 从第一个月开始 基本能占到50% 从第4个月第5个月开始 基本上就占到90%以上了 我们的客单价是从59到199之间 平均下来的客单价在一百零几块钱 第一个工序客户已经确认要销毁了 所以我们进入第二个工序就是喷漆 把他的这个人物的面部再进行一下遮挡 第三个把这个所有的喷漆完毕的照片给客户再发一下 确认一下让客户再检查一遍 原来吧上班就是上班下班就是下班 朝九晚五习惯了十几年了 做上这个对个人的服务以后 基本上没有上班下班的概念 尤其是在晚上八九点以后更多 一直能持续到三四点 每天会跟负面情绪打架的 我就尽量现在不带入 不把自己带入到这个情境中 不打听 不追问 不催单 一定是让他完全自愿的去做这决定 而不是我去引导他 这个事你就这样吧 你就销毁了 就完事了 我是绝对不可以说这种话的 这个对客户来说 他是有情感寄托在上面的 所以客户跟我聊 大部分都是没有成的 真正的客户决定做这件事的 他已经自己下定决心做的 沟通成本很低 可能五分钟以内是绝对能搞定的 婚姻是人生中特别重要的一部分 如果说确实遇到那么一段不合适的感情 我也希望通过我的工作 能够让那些处在低谷的客户朋友们 尽快走出来 当今社会飞速运转 有时候就推着人 来不及做充足的思考 就不得不往前走 我觉得我们就应该 特别坦然的去接受一些 不太正确的决定 并且有足够的乐观的心态 重新出发 我也希望我自己成为一个 能够消极烦恼 重启快乐的人 希望我的客户朋友 都能有幸福美满的生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